坐落于石沙海风景区非常的漂亮 这个水溪中还有什么作用呢 请您一键三连关注 跟着北京山家行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改成汗白玉子了 您说是这个吗 对 这个好几回 头回原先就跟北海公园里的是三脚铁 三脚铁 阳灰柱子 然后中线石性的铁柱子 后来改成汗白玉柱子 然后不锈钢的栏杆 然后把这都推了之后 现在全都是汗白玉子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这个头发能建几个 还五年不知道 咱们看野鸭子这一对 您觉得是现在这种好 还是之前那种好 这个一时一个夕夕夕夕长眼光 因为我当头头我也改成土坡了 反正这些都不要了 恢复自然 恢复自然 不是要头粉姿吗 然后恢复自然就完了 这种土坡也怕您掉河里 没有 这些缝太矮 它水不深 你看老师捞捞小油的吗 捞一个捞一个那什么 王子 放生的 最早的这个叫航海聚落部 一共加起来就是多出这么一小块 一排房子作为这个训练航海 划船的这么一地儿 嗯 就在这一块 就后头都破片了 然后原来我都进了过 就是他们这又一排房子 然后这儿有码头 这块就训练划船 每年的什么龙洲节 这都举行比赛龙洲 每年都举行 就这三年没举行了 嗯 现在有时候咱们还在这个里边 划船的就是训练的 现在他们那个划船俱乐部 挪到那个西边的那小亭那儿了 啊